我们英语学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借汤学末期位置是在我们台中市黎明路二段818号 且能见到协会 在这边很高兴我们访问到 是我们的喜剧泰斗许布了 他的算是经纪人也是一位恩人 林文田 您导演您好 您好 我想请问您 这个许布了大概是在 哪一年的时候开始拍电影的 他是年龄 他是1951年生的 他1951年生的 对 他往生的时候是35岁 就35岁往生的 所以在这个短短的期间 他五年拍了72部的电影 大部分都有出原品来做导演 五年拍了72部 那是相当惊人的 这个是相当惊人的 那请问你觉得许布了他的一个特色在哪里 为什么可以五年拍了72部电影 当时他是觉得在这种孝心 一般我们称呼他 当时美国卓别林那种墨序非常出名 那么我们简称他是台湾的卓别林 台湾的卓别林 对对对 所以他非常有那种先天的那种 一个笑的一个外表 就很憨厚 非常憨厚 那么他今天呢 会走到没有到最后面 这个时段 是因为在中途被人利用去打了麻醉剂 所以出了一些问题 那太可惜了 那如果今天还在的话 那我想当时的孝心 这个跟我那个 那个当时跟你也去拍了 卢曼那个二 大伟卢曼二 对大伟卢曼二的那个朱克亮 是 当时朱克亮还是在餐厅当一个编剧 小小的编剧 所以这一个过程啊 等一下跟你聊一下 你才知道许布了他 有他很坎坷的一个路程 他是基隆人 住在基隆 整个呢 我跟他认识的过程 也就是由叶家璋许过头 跟我做推荐 在台中酒店认识的时候 当时由我来当他的音乐老师 当时拍了那个晴空凛上 由我来跟他推动 到那个电视电影 第一部电影叫《成功以上》 是 那请问许布了呢 在这七十二部电影当中 哪几部是最受大家翻译的 票房卖的最好的 最好就是天生一对 他的天生一对 对 就后来黑天鹅 就是他往生以后 黑天鹅 紧接了黑天鹅 大大影视的老板 很全力的去推动他 所有的影片 旧影片上台 是 那想请问您导演 当然呢 许布了呢 有这个台湾的卓别林的雅浩 那你觉得呢 如果我们年轻的朋友 要走入这个演艺圈 也想走这个许布了 这样子一个谐心的这个角色 你就应该把握哪些的要领呢 才能够脱颖而出 这种他有先天的一个 具有的一个比较 乡巴老的这种 乡土味道 那对这一个方面啊 他本身啊 生长在他的环境下 他就是这种人生 他的人生跟他的演艺事业 很接近 非常接近 因为他的出生啊 不知道是谁 父母亲是谁 是 是 他出生是在孤儿院长大 嗯 所以他的爸爸是摩世书 叫大伯乐 哦大伯乐 当时他的艺名叫小伯乐 小伯乐 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已经演了那个白石传 是 在中世演了一个许仙的那个书筒 叫许不了 哦 所以他的另外一个的底名啊 艺名叫小伯乐 所以他是以魔术来取胜的 当时有这个蒋伟国 在军舰上在金门绕军的时候 有许那个许不了去跟他要求 如果他能拆破他的魔术 那他愿意再留言 如果没有办法拆破他的 揭开他的谜底的时候 希望蒋伟国能帮他的忙 介绍电视台 所以他才开始去拍白石传 是 所以这方面也可以谈到许不了 其实他还是有他经人的一面哦 但是可以去见一下蒋伟伯 蒋伟伯 蒋伟伯 对蒋伟伯 其实真的是很不简单哦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您导演 就是说 从许不了呢成功跟失败的这个故事当中哦 能不能给我们的演艺人员一些呢这个建议哦 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演艺事业能够平平顺顺这样子 因为演艺人员一定要爱惜羽毛 嗯 许不了呢也不是都不爱惜羽毛 有很多这些演艺人员呢 都会去吸毒 都会被人家利用 是 因为他有精彩的一面 他有光鲜的一面 但是最主要就是他有金钱的一个收入 所以这些卖毒品的人 他就会利用这个管道呢 来让这些演艺人员呢吸毒 所以有很多吸毒的人呢 他是因为演艺人员这个光鲜的一个外表 跟他们思考认为 你有那么大的光鲜的一个外壳 一定有相当的收入 所以他们就下毒 让你去吸毒 让你呢 去对毒品啊 去热衷 所以就不能 没有预防之下 就会产生一种带来的困扰 这种困扰呢 你就是远远不断改不掉 一定要拿钱去吃毒 像我这个许布了 他不是吸的哦 他是在医院 被人家说他有癌症 他常常对所有的演艺圈子的人说 中华人民啊 这个中华民国啊 中华民国有一个艺人啊 能准他打马灰的就是他 为什么呢 他所打的都是国家 他出来在治疗癌症的那种 马灰眼生物 是 一种带用品 一般生 有生长这个癌症 毒瘤的这些 恶性肿瘤啊 叫我癌症 这些人呢 当有这个病的时候 非常痛 是 他是无名肿非常痛 所以一般政府都会认为 短期内 他的生存啊 那个时间啊 很短 所以很快 让他准许他 能打哪一种死痛 他是一种麻醉区 是 就是马灰眼生物 那么他很便宜 专门提供给 有癌症的人去死打 所以产生这个困扰 大家会上瘾 上瘾的时候就不得了 那就在短期内 好像他一年多就往生了 所以他整个 这么好的一个 有才华的这种孝心啊 在短期内 会消失 就没有延续到 这个时辰来 也就是大家的损失 像你看周星石 他也是孝心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 戏迷啊 就是这些本事啊 非常的崇拜 崇敬 他能让 人长在这个生活 这种 比较滑味的生活 我环境中 带来喜乐 快乐 那一种非常 有那一种 心情的一个愉悦啊 就是看了 像演出那种剧情 会给你带入一种家境 才不会说 人在活在这个 这个 失忆的时候 会带来一种 困扰 一种压力 谢谢 再次谢谢呢 我们的林文田林导演 接受记者 团圈的独家采访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谢谢